主人小心 七宝 这是什么地方 你们是谁 主人 七宝怎么不记得我们了 该不会是失忆了吧 七宝 你还记得吗 这是我给你买的第一个玩具 对不起 我不记得了 别担心 医生说了 只要按时吃药 就能恢复记忆 好 我会乖乖吃药的 嘿嘿 我才不吃这个药呢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失忆 小园子 你在干什么 我要拿着我的零花钱 去买小鱼竿 你撒谎 这明明是我的存钱罐 里面都是我的零花钱 你不是失忆了吗 怎么知道这个存钱罐是你的 我 说 为什么要装失忆来骗我 因为 自从有了小园子之后 你就不爱我了 就剩一个罐头了 七宝你是哥哥 让开小园子吃吧 小园子 你把我的玩具还给我 妈妈你看 哥哥欺负我 七宝懂点事 把玩具让给妹妹玩 我不该撒谎 装失忆 可我这么做 只是想让你多爱我一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